- 公臺奪取台積電 臺灣立委最沒出息的大國宣言 中南海大亂 出境兩個中央成了中南海 16國軍艦聚齊 北約波羅的海演起登場 中共對黨大家吹捧 卻發出末日信號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研究中心總經濟師陳文靈 5月30日在中國舉行的議場中美論壇上發言時 語出驚人地說 一旦中國遭遇俄羅斯式的西方制裁 北京一定要收復臺灣 並將全球首屈預指的半導體芯片製造商台積電搶到手中 對此 臺灣立委王定宇嘲諷 這是最沒出息的大國宣言 自己沒本事做 竟然想要侵略 並吞臨近國家的企業納為其友 據美國之音報導 俄羅斯呼一軍入侵烏克蘭 導致美國和西方盟國對莫斯科祭出一輪又一輪史無前例的嚴厲制裁 所設領域包括貿易 金融 外匯儲備等領域 給克里姆林宮的經濟和聲譽造成毀滅性打擊 在人們擔憂 一直聲稱對臺灣擁有主權的北京 是否會利用美國及其盟友聚焦烏克蘭戰場的游歷時機 突襲臺灣之史 中國學者似乎也在思考 一旦北京遭遇西方類似制裁 中共如何應對的問題 並就此向中共政府提出戒言 陳文玲在中美論壇上表示 在西方像制裁俄羅斯一樣 對中國進行毀滅性制裁的情況下 我們一定要收復臺灣 特別是在進行產業鏈 供應鏈 重構方面 一定要把台積電 這本來屬於中國的企業 搶到中國手裡 台積電是全球半導體芯片設計 和生產供應鏈的中間緩解 其領先全球的三納米製程 是尖端軍事和民用電子產品的所需芯片的關鍵 市佔率目前佔全球九成以上 台積電被臺灣稱為護國神山 也被美國視為未來尖端武器和民用產品研發的核心所在 中國是全球半導體芯片最大的買家與用戶 但是美中爆發貿易戰之後 美國對中國實施了尖端半導體芯片禁運的政策 連涉及美國技術和產品的相關商品 也不能向中國出口 為打破美國的封鎖 中共投入巨資 全力發展自己的半導體工業 但是受制於美國主導的禁運政策 目前中國半導體企業的技術水平 與台積電相比有好幾個代差 陳文玲說 正加快向美國轉移 要在美國建立六個廠 我們絕對不能讓他轉移的目標全部實現 陳文玲的說法不僅引起各界的亞裔 更引起臺灣民進黨籍立委王丁宇的抨擊與嘲笑 王丁宇在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時表示 陳文玲這種言論沒有出息 不負責任 而又充滿侵略挑釁的意味 竟來自中國非常重要的智庫學者 不僅讓人遺憾 簡直是可笑 這樣的經濟學者竟然認為供應鏈可以用武力奪取 不曉得國際供應鏈的合作 技術 零組件 和原物料是非常精密的分工 陳文玲並不是一名初出茅庐或名不經傳的學者 根據百度百科的介紹 陳文玲曾經連續十年參與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總理講話 和每年全國人大政府工作報告的起草工作 多次參與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 王定宇表示 你武力攻打的那一刻 那樣的分工就不存在 妄想用武力飯台 奪下台積電 不僅顯示中共的無知傲慢以及侵略主義 更顯示出 他們未來經濟利益是可以與世界為敵 中共國務院6月5日發布防疫九不准指令 內容大概就是 防疫人員不能擅自關閉 隔離 限制合格人員流動等九個超越防疫措施的行為 九不准實際上是指出清零防疫帶來的社會亂象 雖然是由防疫人員濫用權力造成 上海官媒《澎湃新聞》於第二日 僅跟國務院發表社論 呼應九不准政策 並大黨肯定江西 安徽等地的封控放鬆措施 社論中提到 當前中國經濟下行 壓力持续加大 市場主體大多十分困難 穩住經濟大盤才是中央到地方各級決策部門的共識 使人員流動起來 貨物暢通起來 才能盡快恢復社會經濟活力 最深媒體人李沐陽分析 國務院的九不准與習強調的清零政策是不兼容的 甚至是在針鋒相對 這兩項政策中 一方是以李克強為代表的保經濟派 另一方則是以習近平為首的防疫清零派 在具體施政方面 很難協調統一 隨著中共二十大的臨近 權力鬥爭也愈遠愈烈 兩種來自中共最高權力的不同聲音 讓中共各級官員都蒙圈了 不知該聽誰的 顯示出 中共高層大亂 中南海已經出現了兩個權力中央 成了中南海了 近期 中紀委旗下雜誌《中國氣檢監察》雜誌刊登了一篇 《摒棄精緻的利己主義》的文章 文章中痛批精緻的利己主義 善於利用逼真的演技 掩蓋自身貪婪的本性 似乎是在為凡李克強做鋪墊 文章中 所舉歷史上的兩個反應典型人物都是理性宰相 大家知道 李克強也號稱李中堂 文章還直接提到學者型和名校畢業官員等 種種自語 讓人聯想到中共現任總理李克強 文章在按批李中堂 表面國家大義 實際中保私囊 釋放反理信號 隨著中共二十大臨近 習近平為保連任 加緊人事卡位 不久前 出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李舒磊是習的親信 6月7日 習在任命赴華為新華社社長 呂言松為新華社總編輯 意味著 習將握緊筆桿子 繼續掌控中共意識形態重地 據中央社報導 日前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展開為期近兩週的 波羅的海年度海軍演習 有16個國家的7000多名海空軍和陸戰隊員參與 參與國還包括 上夜決定申請加入北約的芬蘭和瑞典 身為北約的密切夥伴 芬蘭和瑞典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 參與這項年度海軍演習 這次年度演習 總共出動了45艘戰艦和75架軍機 演習登場前 美國參謀首長 聯席會議主席 密利上將在瑞典表示 北約展現對赫爾辛基 和斯德哥爾摩政府的支持尤其重要 瑞典是這次演習的主辦國 密利在停泊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的 美國大型兩棲攻擊艦基爾沙奇號 艦上記者會上表示 我們美國和其他北約國家在這項演習中 展現與芬蘭和瑞典團結一致至關重要 密利表示 波羅的海是一個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水域 世界上最偉大的海盜之一 從莫斯科的觀點來看 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會造成很大問題 讓俄羅斯軍事處境艱難 因為波羅的海幾乎將被北約成員包圍 俄羅斯僅有非帝加里寧格勒 以及聖比德堡及其周遭地區 濒臨波羅的海 加里寧格勒是俄羅斯最極端的領土 與俄國本土並不相連 而是與波蘭和立陶宛接壤 北約成員土耳其和俄羅斯關係良好 安卡拉當局以瑞典和芬蘭支持土耳其所謂的恐怖組織 庫德族團體為由 反對這兩個國家加入北約 北約秘書長正試圖化解這項爭議 中共執政後系統性地破壞了中國傳統文化 樹立自家黨文化 雖然近幾年開始大肆談論復興傳統文化 連中共喉舌與近寅在中共黨文化的御用文人 也為了吹捧中共而紛紛引經句點 但卻發出了末日哀鳴 據阿波羅新聞網報導 2022年5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理論局組織中央有關部門 及所謂的專家學者撰寫了一本 對中共大家吹捧的百年大黨面對面 6月2日中共黨媒《人民日報》刊登其中標題為 《九中激盪四海生騰》的第九部分 在用力渲染所謂的盛世景象 吹捧中共所謂的英明領導的長篇文章中 居然在開始不久就出現了當年項羽在烏江四信前的臨終哀鳴 這段話是這麼寫的 這段濃墨重彩的歷史時間 充盈著偉大人民立拔山西氣概式的英雄豪情 不過其中一句立拔山西氣概式是項羽在該下被重重包圍 滿是絕望後所作的該下歌 也就是說項羽在吟唱該下歌時 展現的不是意氣風發 不是豪情萬丈 而是臨終前的悲鳴 司馬遷在史記《項羽本記》中 記載了當時的情況 並描述《項羽當下悲歌慷慨》 而當《項羽氣數行下》左右接氣莫能仰視 中共喉舌可謂是貧線末日信號 2021年7月19號 新華網在其頭條文章《精神支援精神標誌》 中國共產黨的《偉大建黨精神啟示錄》中 把共產黨宣言比喻成電光石火 但電光石火是指 閃電的光 碎石的火 原為佛家語 比喻事物 瞬息即逝 現在多用來形容 事物像閃電和石火般 瞬間就會消逝 中共喉舌多次引用擁護 不止吹捧黨中央失敗 還揭示了亂世景象 太平全無